你好 你好 这个是中国人 啊 你中国的啊 对啊 你是跟他合伙开市啊 对 那你是中国哪里的 我山东的 山东 就是 中国人在这边开店 要找越南人合伙才能开 是吧 如果你太大了 不就可以 现在有 我来这边旅游 有很多网友都问我在这边怎么开店 我说我也不清楚啊 在这边 开店的话 如果是像这种小的 外国人应该很难开的 你想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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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要想 那你就是要找一个越南人合作啊 嗯 那你也 如果你有朋友嘛 那也可以帮你 哦 这个店是他的名字在做 哦 那个权力是你的 哦 就是啊 你注册的时候去办那个证的时候 就是用越南人的 嗯 但是你想要在越南开店 那你一定要找一个人 跟女人过头 好 然后 就是 合作的 哦 就就一定要找一个越南人合作 对 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嘛 来这边开店了 那客人来了 你不会讲怎么办 可以 可以请一个服务员啊 可以 但是服务员也会懂中文 是 服务员也不懂你说什么 那他要怎么做 是不是 是 我是说就是要 开店不是要办营业执照 办证件嘛 那那个的话要院 越南人才能办嘛 是吧 对 你们这个店要要交押金交多久的 那 我们就是 半年一直 哦 半年 嗯 就是六个月就 哦 你坐公交车来吗 是啊 那也很厉害了 哈哈 我是在网上导航 然后 只看到有这路公交车的 哦 厉害 哈哈 激色不然 Grab 哈哈 先忙一起 哎 兄弟你来这边多久了 啊 刚来 你也是刚来啊 我以为你在这边待很久了 嗯 在这边来投资的话就是 找个越南人 然后就是办手续 然后就可以了是吧 嗯 在这边如果要开店的话就是 找个越南人 然后就是办手续就可以了是吧 嗯 不需要办手续 不用办营业执照吗 他们越南人可以直接开 哦 就是越南人开店不用办营业执照的 嗯 那他们怎么交税啊 交税 啊 小店 像这种店是不用交税的是啊 他们这边没有工商吗 难道 哦 有 那怎么也得要办个证件 登记一下什么的吧 就就这样就开了 这么好 嗯 可能国内也不一样 是在国内你在小的店你只要营业也要办证是吧 嗯 他在这边做生意真的是太好了 嗯 嗯 你们住这里交押金要交多少啊 住这里 住这里 住这个店面吗 要交押金的吗 五兆 五兆 五兆五百万 一百万是三百万 才一千多块钱呢 押金是一千 每个月的房租五兆 每个月房租五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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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押金一千 那都不用投资多少啊 嗯 这个是小店 这个很大啊 像 那像这个店 一万块钱都不用 那在在越南做生意挺好的 那像你在这边做生意 要办那个工作签证怎么办呢 商务签证 商务签证 是啊 就三个月一次的 好像现在商务签不用回国了 到期直接去大使馆续签就可以了 嗯 感觉在越南做生意好容易 哈哈哈哈 你试试看看 就是要找到一个 就是很熟悉很好的朋友 才可以嘛 对啊 昨天我遇到一个老板 他跟我说 他几个月 每个都讲他的工作 然后他说 原来就是 呃 帮几个 帮你了 啊 在这边做生意 他 他投资 他不少 我以为至少要十几万 投资才可以 没有啊 你没有问过他 就知道了 你看 你要做什么 啊 做多大的 这就是一个 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做做饮食方面 也不用 像这么小的也不用办那个 呃 人业制造什么的是吧 不是 你那个 不是那个 你要看你要卖什么过的 就比如说卖奶茶 对啊 卖那种 珍珠奶茶 啊 珍珠奶茶 还有那种甜品啊 那种 这里就是好的地方 因为大学生都很爱 因为珍珠奶茶 是啊 对 然后大学生也很多 对 我在河内那个旅游区那里 也经常看到很多 越南的女孩子都喜欢喝那种奶茶 而且这边我觉得 上次我跟朋友去的 那一店嘛 一杯好喝的 就是 我不会搬那个 但是我就是 那 一半的 增长的 嗯 是 四万元的 越南 越南 就十二块人民币吗 嗯 然后他喝的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八万的 八万的越南兑 嗯 嗯 那 也快点 也快到 十块 嗯 你们在那边是 十块 嗯 嗯 嗯 因为有很多种 好喝的 冰糖 是 有很多种 啊 我觉得这里这里啊 一条路两边 晚上他们自己的 卖自己的东西 然后卖干热水啊 没错 那个 半天他会卖凉杂 但是晚上他们没有卖 哦 他们都卖干热的 一杯的 干热汁 干热 我看到越南很多地方 卖干热汁 对 嗯 干热汁 是那个 这个干热汁 对啊 哦 一天也赚了一周多 我在 呃 好像越南这边 人很喜欢吃 喝那干热汁 我从北部到中部到南部 都看到有很多人卖 嗯 我以前也是卖那个 大